Omicron来了 当然各国严正以待 但是要怎么样能够具体的防疫呢 大家还记得吗 在昨天我们的头条开讲里面 我们有跟大家说 其实美国自己的媒体 New York Times 不都这样讲了吗 西方国家自己 有办法的 想办法都先囤疫苗 囤了疫苗之后 结果造成如今 在非洲 你看到有这样的疫情 慢慢往其他的国家扩散了之后 这不就是自食恶果吗 如果没有这样囤积疫苗 该有多好 可是事情已经是发生了 就是因为西方囤疫苗 给病毒机会突变 所以要解决之道 但什么是解方呢 你看西方国家没反应 反而是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他要捐疫苗 习近平又透过视讯的方式 出席了中非合作论坛 那么他宣布要再向非洲国家 提供10亿剂COVID-19的疫苗 10亿剂里面有6亿剂 是无偿援助 那么另外的4亿剂呢 是中方企业跟有关的非洲国家 用过联合生产的方式来提供 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帮 非洲联盟2022年 也就到了明年呢 能够有60%的人口都能够接种到疫苗 这个是习近平他许下的一个目标 但是相对而言大陆这么做了 西方国家在哪里呢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到下文的 其实这个本来就是当初大家担心的事情 就这样发生了 因为这些先进的复国 都把疫苗全部攒在手上 把它当作战略武器 当时美国都已经名讲 这就是战略武器 那可是呢 你越让病毒在人群里头流窜 那待的时间越久 它突变的机会就越大 那等到它突变 如果它真的形成某一种 我们假设大魔王或是完全体 你所有的疫苗都防不了的时候 你手上攒的这些疫苗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我觉得 他们媒体做这样的呼吁之后 西方你好歹有点动作吧 不是你一直都说 你关心的都是全世界吗 那结果大陆先有动作 那大陆他承诺要捐出了这些疫苗之后 我看到还蛮遗憾的就是 我们台湾有一些人还在拴 说你那个科兴捐那么多 又没有什么用 保护力这么差 不管科兴的保护力到底怎么样 人家愿意捐赠出来 那也是钱 而且不管怎么样 它是世界卫生组织认证的国际疫苗 我们台湾的高端到现在 你们认证都没获得了 你怎么好意思去拴别人呢 那不然你要不要现在叫蔡英文 赶快把高端来拿去捐捐看 看非洲这些国家要不要 我们在非洲不是有史瓦地尼吗 看史瓦地尼要不要 反正现在高端台湾也没人要打 你为什么不捐看看呢 人家搞不好根本不要 所以真的这个时候不要再去酸 因为也许科兴 因为现在出现Omicron 它到底保护力有多少 没有人知道 全世界也没人知道 其实包括莫德纳的执行长 今天都讲 他说现有的疫苗 包括莫德纳自己 对Omicron的保护力如何 他也不清楚 他认为恐怕会衰退很多 所以他们要尽快地产生新的疫苗 来对抗Omicron 当然有人怀疑说莫德纳执行长这样讲 是不是因为在推销次世代疫苗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对但是呢 至少大陆愿意提供了这些疫苗之后 让至少让非洲的人 获得一个基本的保护力 我必须讲 你只靠大陆一国也不够 对 也不够啦 因为大陆也是有限嘛 他自己的人口本来就是 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他要非洲人口有这么多 我觉得大陆应该也是要抛砖引玉 因为西方这些国家 你们现在脑袋还在想着 我们自己的人民要打第三剂 甚至有在规划第四剂 对 我觉得你们这样想是没有意义的 为什么 因为Omicron到底你打第三剂之后 对他会产生多大的保护力 其实也没人知道 那你们现在到底在干什么呢 我觉得与其这样子 不如你们帮助了更多这些 比较相对落后 比较穷困的国家 帮助他之后 能够让整体人类达到一个防护 才能够共同消灭病毒这个敌人 病毒才是人类的敌人嘛 不要老是把人类当作自己的敌人 那抱歉 这样下去人类到最后只会自己害自己 是啊 而且其实这个介大使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其实过去曾经有看过 大陆是先捐很多的疫苗出去 然后呢 当美国看到大陆在捐给非洲 捐到东盟 然后呢都会跟进 但是如果以整体的数量来看的话 大陆捐出去给其他国家的总数 仍然还是超越了美国 那么现在在这一次的Omicron的疫情 我们看到的是 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就直接说 我捐我捐10亿剂 其中6亿剂是无偿 无偿的援助 不要求任何的条件就直接给予了 可是在美国方面呢 拜登也有讲话 拜登他也特别说 我们要努力的来对抗 而且美国的卫生部长 也有讲 说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努力的要跟 非洲的南部的国家 共同来合作对抗疫情 可是并没有告诉你说 我是不是要捐疫苗 好了 那现在呢 拜登他只是告诉大家说 我们也会努力的对抗 甚至跟美国内民众来信心喊话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好好的戴口罩 我们要打疫苗 我们不需要恐慌啊 而且还说我们会击败Omicron 但是我不考虑履行的禁令 或甚至是封城 这就是拜登跟习近平很大的不同 本来拜登他已经有法令要规定 就是说企业他的员工 要打这个疫苗 不打的话不能上班 对 那这个禁令强制令 事实上美国很多地方的 州的这些司法部门 都认为这个是违反规定 这是违反这个宪法 违反很多这个法律的原则的 对法官党 法官就打了就把他挡了 所以美国现在要把这个 疫苗的普及率往上提 困难很大 因为美国有一群人 我觉得怎么讲了 可能有40%的人 坚信不能打疫苗 他们是这个川普的信徒 是川普的兄弟 就认为就不要打疫苗 敌死不打 然后呢 现在美国的疫苗呢 在国内就出现很多地方 疫苗要过期了 对 都没有办法打 所以美国现在是怎么样呢 这个叫猪门酒肉臭 是 路有冻死骨 美国以外的国家 一剂疫苗难求 美国自己的疫苗 囤积到多到 要烂掉了 都没办法打完 因为美国人不打 那美国愿意打的人呢 现在美国已经在推 这个第三剂 那所以就是说 以疫苗的这个分配 跟施打比例来讲 全世界非常的不平衡 也不公平 那尤其是非洲国家 非洲国家 现在对它的统计数字 我看到的数字就平均 打过疫苗的 在非洲 大概是6%到8%之间 6%到8%的人口 也就是超过10% 起码90%到92% 非洲人口没有疫苗打 那是真的没有疫苗打 有的话他老早打 那这些问题 这一次习近平 在中央合作论坛里面 他做演讲 他特别提到一点 我特别注意到 他说要推动 疫苗知识财产权的豁免 这个是个关键 因为美国今天 为什么没有办法 把他的大批疫苗拿出去 因为美国的疫苗 是在他的私人厂商手里面 这些私人厂商 他不愿意把他的疫苗的 这个知识财产权放弃的话 基本上没有办法 大量的这种提供 那所以现在在非洲来讲 我的数据就是说 非洲 中国大陆一共 已经提供了两亿剂疫苗 美国现在他自己宣称 提供了五千万剂 有大陆提供的疫苗 在非洲 超过美国四倍 那这个习近平提这个 就是说要在2022年 也就是明年 一年之内 要把非洲的这个注射率 提供到60% 那我就算了一下 中国的10亿剂是够的 这10亿剂是可以把 因为非洲人口13亿 所以这个非洲 这个中国大陆 这个是做得到的 那不是吹牛的 不是空投支票 不是空投支票 那这10亿剂呢 中国大陆为什么 中国大陆这个 基本上他这个疫苗 在过去 我想基本上推动就是 疫苗的定位是 人类公共财 所以他是按照公共财来做 那大陆很 我觉得做到一点就是 其中10亿剂的6亿剂 他是五场提供 是 五场提供 另外4亿剂呢 他是要中国的厂商 跟非洲的厂商 共同来生产 所以这个是标本监制 美国现在拜登做不到 因为为什么 他手上没有这个 因为这个知识财产权 疫苗这掌握在美国厂商手里 那也只有一两剂 你Moderna是掌握在美国 对不起 BNT是德国的 欧盟也是抓紧 那个智慧他们不放 原因是什么 要赚钱 这些药厂要大赚一笔 就跟我们国内有一家药厂很奇怪 他卖了全世界最贵的疫苗 然后股票还一直涨 这家疫苗公司大家都很清楚嘛 就高端嘛 都了解 对 那美国一样啊 美国也拿不了高端 美国也是要跟他的这些疫苗厂合作 那中国大陆政治体制不一样 政府的力量大 所以才能一出手 就是十亿剂 那我觉得 在明年开始 你就看到 中国大陆真正这个肌肉 这个要左右出拳了 展现出这个国家的力量 而且在全球抗击这个新冠疫情上 我觉得会让全世界都受惠 也让这个西方国家 从中学到一刻 好 大使那我很快补充请教一个问题 因为其实我们特别看到就是拜登 拜登呢 您刚刚已经提到了 你对于这个 包括联邦法官啊 阻挡这个拜登疫苗强制力 你的看法 可是我回来要问的是说 他本来计划28号要发表一篇演讲 那这个演讲是谈到很多 有关于供应链的问题 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嘛 那可是他居然会在 15分钟之前临时取消 我想这个其实在外交场合上面 或者是在重要的一些场合 看到一个元首会这样做 应该是您不太有这样的经验吧 极不寻常 极不寻常 对大部分的情况 应该是健康出状况 健康 健康出状况 那拜登有几次 健康最近出的状况 那美国已经有发明了 一个新的专有名词 叫toilet accident 也就是说 toilet accident 其实他们是想了一个名词 其实就讲 拜登那个拉肚子的问题 拉肚子的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 这件事情 可能又跟他的这个 过去几次出的健康状况 应该关联性很强 因为 这种他临时这种 喊卡的活动 而且不是说 他今天去拜会个小学 或者什么 不是耶 这个是一个重要演讲 对 而且全球媒体 他都发了这采访通知了 没错 这个要改 我觉得 绝对非同小可 非一定是他没有办法出席 而且他是28号要发表 可是他改成12月1号 然后白宫有说 有解释 他说其实他是因为 要跟当时有许多商业界代表 要会面 要有那个时间 不太不太不太可能 不太合理 不太可能 这种情况临时 而且临时喊卡 是 你要喊卡的话 那你就两天天三千天就喊卡 所以临时喊卡 对他这种高层级的这种 正事物来讲 通常都是健康的问题 好 所以还是希望保重啊 这个美国总统拜登 最近有类似这种所谓的健康 不佳的这种消息 或甚至是这种意外 真的是有点多了 所以还是要 希望拜登要保持健康 不然的话真的会让人 有很多很多的疑问 对他的健康 但是话说回来 现在我们来看看 对于中方的态度 我们看看日本 还有南韩 这两个邻近的国家 在亚洲 是不是开始有一些 微妙的转变了 要请教一下敬平 你先看哦 日本在一片西方国家说 要抵制北京冬奥时 日本的奥委会主席 山下泰域 他说要去参加 他自己也要去 而且还要派200人 大规模的代表团去参加 那么但是呢 事实上 那很多其他的国家 不是都还在抵制吗 环球时报特别还说 为了避免新冠疫情传播 说中国其实从没有 向美国政客发出过邀请 目前也不相关的邀请计划 所以是什么意思呢 你们说不要来 你们要抵制 我还没有一定要请你们来啊 那是美国啦 美国发起的这个外交杯葛 外交抵制 明年一月底二月 在这个北京举行的北京冬奥 那其实说外交抵制 目前美国有提出这个想法 然后也准备要游说各国 但是显然美国提出来之后 好像看到各国的反应 并不是一片 就是一呼百诺 美国一叫各国全部都举手 并不是像想象中那么热烈 起码美日印太 释放安全对话的 这个其中一个要角 就是日本嘛 日本并没有马上附和美国 说好我也外交抵制 为什么三下太狱 他是JOC日本奥委会的主席 他是日本传奇界 这个楼道界的传奇 日本体坛的一个传奇 以前也是这个国手 也是明星的选手 讲话的不是只有他 大家或许没有注意到 我看到日本的媒体报道 还有日本的前首相福田康夫 他们两个都说 明年不只会去参加 这个北京的冬奥 而且这个代表团的规模 日本会派出这个冬奥的代表团 会超过两百多人以上 然后他和福田康夫都会去 那照这样讲 日本逆拜登哦 逆美国啊 倒不是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日本有自己的考量 包括福田康夫跟三下太狱都说 希望包括中日在内的东亚各国 都能借由体育彼此做一个交流 维持绵密友好的关系 这是他的初衷 但是背后很多深层的意义是什么 2030年 日本要争取冬季奥运在日本北海道的杂晃式举行 他现在还没争取成功 他现在争取当中 然后包括冬季的帕奥 就是一般所称的残奥 冬季帕奥跟冬奥都要在杂晃 那中国大陆他是奥委会的这个 他也是有决定投票权的 然后包括他说明后面所代表的势力 你必须要争取这个大国之一的 这个中国的支持嘛 所以你现在去抵制人家 跟着美国你傻傻的呼吁美国说外交杯葛 外交抵制 如果不去的话 不派 然后跟着抱着美国大腿 那你接下来要不要争取2030年的这个 虽然东京奥运延到今年才办完 那办的成果怎么样 也早自菅英伟内阁换成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 这个内心的内阁 那不管 但是你至少你要争取2030年的这个 新的冬季奥运在杂晃 你就要加把劲 你要下功夫 正如韩国的这个国家安保室的 这个清华台安保室市长徐勋 为什么也要这样做 因为徐勋呢 他有就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完成 就是希望能够结束朝鲜半岛的一个 终止战争的正常结束的状态 南北韩就是朝鲜跟韩国 他现在还是属于停战状态 停战的状态 也表示他们现在属于战争当中 1953年韩战结束 告一段落 只是签署了一个停战协定 并没有发表中战宣言 首尔当局一直想要发表 可是碰到了平壤 尤其这几年的这个状况 时好时坏 金正恩跟金宇正两兄妹 现在又不理他 所以现在这个韩国的 国家安保室市长徐勋 他是第四任 他当过国家情报院 韩国国家 首尔韩国国家情报院的 第13任的这个国家情报院长 国家情报院长相当于 CIA的局长 像台湾的国家安全局局长 那他现在安保室市长是什么 就像是我们台湾的国安会 这个秘书长 像美国的什么 美国的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 他其实之前上个月 他才去美国访问 然后拜访了这个美国 这个白宫国家安全事务 这个顾问事务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舒立文 他才拜访他 也是表达说 希望美国能够协助 促成那个韩国 正式跟这个朝鲜 也就是北韩结束中战的状态 然后正式的这样结束 可是美国没有承诺他什么 但是他跟北京 那个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 北京说会设法斡旋 然后劝 然后跟这个朝鲜 跟他们谈一谈 让这个平壤当军 跟这个首尔 彼此坐下来谈一谈 这才是韩国把希望 记在北京身上 所以其实你看分开来看 日本跟韩国都有彼此的目的 和想法要做的事 他们两个怎么可能去 配合着美国说 我要去杯葛你 韩国你现在杯葛 北京的这个明年冬季 奥运看看啊 你看之后中国要不要理你 所以我觉得美国 不要说踢到铁板 而是你太一厢情愿 很天真的 你认为冬季奥运 把他上干为 这个跳脱体育而已 上干为政治和国际关系 和地缘政治之间的对抗 但是你缺忽略了 国际当中虽然有这个 政治的这个敏感的形势 体育归体育 还是有很多人 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 就跟这个中国完全切割 这个是美国才碰到最大的问题 所以其实日本也是在为自己 未来这个体育之路在铺路了 所以现在不能够跟进去抵制北京冬奥 那是不至之举 如果日本这样 韩国更是如此 其实这点我请介大使补充一下 您的看法怎么样 因为刚刚提到了 在12月2号呢 清瓦台的这位官员 他即将要访华 那么是杨洁篪邀请他的 那么他的重点是要向中方说明 韩朝中战宣言的进展 当然不外乎就是希望什么 希望北京能够使脸立马 能够让这整个事情呢 重新再回到谈判桌 让他成案 因为现在呢 要不美国要来支持 要不中方应该要支持 可是呢 就像刚刚近平所讲的 的确在Jake Sullivan那边 没有获得比较正面的回应 甚至还让人觉得说 美国是不是其实有自己的打算 因为你如果现在你真的停战了 你真的有这个中战宣言 把它签订了的话 你南北韩好了 那我现在 我美国到南韩 我现在要军事演习吗 我还要驻军吗 不用了 对啊 就不用了嘛 所以是不是可能有另外的一个盘算 所以从Jake Sullivan那边 没有获得一个比较正面的回应 甚至有人说 是不是在踩刹车 美国想要拉扯 那么现在呢 要进一步去谈 当然谈可能是不止这个问题了 可能还有很多其他 所以现在重点就来了 到底韩国方面是不是现在很急了 因为我知道南韩总统文在寅 他明年三月 他就任内要结束 任期要结束了 对不对 赶快把这件事情弄好了 怎么讲 取得一个历史定位 一个不错啊 都是在美国啦 现在因为韩国大选明年三月九号 那韩这个现在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啊 就是文在寅 文在寅这个在这个领导的啊 对啊 他们现在选群进入胶左 不过今年三月的时候地方选举啊 那么重要的地方选举啊 首尔跟釜山两大城市原来都是执政党的 对 都输掉输给反对党 所以本来就今年的选举看起来 文在寅受到的压力很大 所以文在寅就提出来一个 就是说中战宣言 两韩中战宣言 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治目标 对 那他希望在选举之前能够达成了 那中战宣言为美国 美国一定反对 因为是美国是一个到处反对统一 制造分裂的国家 哪一个分裂国家想要统一啊 跟美国人谈啊是不可能的 美国不把你韩国韩国半岛分成三个国家 四个国家都已经不错了 你现在分两个 他啊他已经觉得不太满意了 韩国历史上分成三个过 那所以就是说去跟美国是与虎谋皮 那么北韩现在对北韩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国家 一个是大陆一个是俄罗斯 所以他先找这个大陆来谈 是不是能够好 找到这个金小胖来谈一谈 是不是配合演出一下 对不对 只是个宣言嘛 配合演出一样 让这个文在寅他们跟他的这个执政党 能够继续执政 你知道韩国总统是全世界最危险的职业 对没有一个总统下台以后不被关到监牢里面 对所有的总统都一律到关到监牢里面 那所以现在文在寅也心里也很在也很刹 他万一下来又被关 所以他希望他的他的接班人能够继续当权 是这样他可以啊 不会被走上他的所有的前任的命运 就算不延任也不会被关了 对而且文在寅的这个政策 一般来讲的话 讲他说清朝合中 他是韩国里面的统派 韩国是积极希望能够两韩能够统一的一个总统 所以他是有很有民族主义的一个观念的一个总统 可是呢韩国也有亲美派 他现在的挑战者就是一个亲美派 所以这里面等于就是说 韩半岛又变成谁在竞争呢 又是美国跟大陆之间在竞争 所以这个局面上我觉得这个时候 文在寅派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国安这个 这个第一号智囊去跟这个杨洁 是深复重大任务 如果能够把这个中战宣言 朝鲜办中战宣言弄出来的话 那么对韩这个就是说 这个三月三月三月九号的这个总统大选 可能会对出现对文在宇比较有利的结果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觉得韩半岛会变成一个 大家关注的焦点 而且是很重要 他的发展 因为美国的时候已经升进去了 美国希望 美国不喜欢文在寅的 文在寅不但亲中他还反日 他跟日本的关系在他的五年之内 跟日本是形同水火 越来越糟糕 上一次不是美国的那个 那个副国务卿去开个什么 美日韩的会议吗 会里面日本跟韩国的次官 外交次官就当场开骂 就是为了这个 为了他们之间的这个独岛的这个领土纠纷 然后记者会也不出来 记者会也不出了 留着雪蔓自己一个人 所以美国是希望韩国有一个 比较亲美的一个总统出来 那现在呢 这个看起来文在寅不想让韩国的亲美派得势 所以他派的人去找杨洁篪 来不晓得共商大计吧 怎么样把美国的力量在韩半岛 进一步做有所节制 好那我们就要持续的关注了 可是另外呢 我们来关心一下这篇外媒的报导 是来自于路透社 路透社这篇报导到底是真还是讲假呢 说至少有七个国家暗中帮助着台湾打造潜舰 对抗中国大陆的威胁 里面的内文当中怎么说 说美英等七国厂商与专业人士在暗地里帮台湾打造潜舰 而且消息人士说 各国政府已经提供了出售关键零组件给台湾需要的出口许可 台湾也聘请到了来自于澳洲 韩国 印度 西班牙 加拿大等五国的工程师 济师人员 以及海军退役军官 好那到底这个内容说的有几分真实呢 至少我们现在目前看到是南韩青瓦台方面否认了说这个报导不属实 而且南韩方面还要继续的调查 是不是有个人非法在提供情报 好那我要请教一下韩冰了 韩冰南韩青瓦台在这边说报导不属实 所以难道报导是假的吗 可是台湾的确我们看到民进党政府一直在强调的国建国造 小英也在积极的打造 不是还花了5000亿所要努力的来发展吗 可是在这个里面如果是真的 如果青瓦台虽然是否认可是假设说他是真的 那我们就要问 奇怪了那如果你是真的的话 那不是应该要蛮低调的吗 蛮机密的吗 怎么好像就把这个事情给讲出来 讲出来的话不就有点 是故意要让别人知道有这回事 那是谁难道是美国吗 怎么看 我觉得路透社在我看来 他比较像是在帮美国政府做认知作战 我觉得有点这个味道 因为你说真的 台湾的潜见所谓的国造计划 在美国的主导之下 你说有很多其他的国家 包括工程师包括包商来做这个案子 这个是一开始就知道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 只是没有人要把他明讲而已 因为美国自己本身已经不造潜见 那个财电潜见几十年了 所以他在一些相关的关键零组件啊 甚至某一些的设计方面 他本来就是希望有一些外包厂商帮他负责 因为他自己没有吗 他自己已经没有 因为他是他已经美国的国策是 他全部都要发展核能潜见 所以他不会去做财电潜见 当初其实很久以前 我们在所谓的跟美国购买财电潜见案的时候 美国海军就积极反对 就是因为他怕万一美军如果帮台湾建了财电潜见之后 国会认为财电潜见便宜多了 那干脆美军自己也采购财电潜见 那他们自己就完蛋了 所以呢美国海军过去一直挡 那这一次拿下了台湾的这个 所谓的潜见国造计划 实际上是由美国来统包的 他本来就已经分到好几个 有很多的都是包括澳洲英国啊西班牙啊 那甚至呢有一些厂商还没有列在路透社里头 据我所知啊其实不止七国啊 其实根本就不止七国 那到底几国啊 我估计至少超过十个国家 那问题是大家都怕什么 都怕因为这个案子跟大陆的关系搞坏 所以大家都不都是非常非常低调 不愿意把这个事情曝光 那韩国其实之前就曝光过一次 之前就被有人拍到说 韩国的工程师在台湾出现 那韩国是从头到尾否认到底 那这一次这个新闻出现之后 清华台还是继续否认 说这个我们还要去查 是不是有人私下接案 所以他的意思在告诉你什么你知道 就算真的有韩国工程师来 他自己私下干的 跟我韩国政府无关 其实他的目的是要讲这个 你知道就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把它弄到台面上来 其实对台湾的浅见国 当然是不利的 对啊 对啊 可能你路透社为什么 在这个关键时刻突然讲出来 我觉得路透社认为说 其实他知道老公也知道 但是呢 我就故意在这时候讲出来 他其实在做一个宣传 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在帮台湾 他目的是希望大家产生这样的感觉 可是我必须告诉大家 实际上现在世界各国的浅见案 基本上几乎啦 除了像大陆这种相对被封锁的 很厉害之外 其他大部分都会互相帮助 其实大陆的浅见案里头 过去也曾经有 那个俄罗斯的设计局的人来帮忙 一样有的 那同样的 包括澳洲 包括西班牙 包括这种国际之间互相合作的 太多太多了 澳洲那个时候 他的克林斯基搞不定的时候 其实也是美国人后来重整 所以这根本就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 那我觉得路透社去为了配合这样一个宣传 其实对我们的浅见国家计划 产生了某一些阻碍 我觉得这非常不道德 哎 介大使阻碍会是什么呢 那我看到内容里面说 这是英国皇家海军潜艇舰队的一位退役准将 而且还有名有姓叫做麦吉 是这个计划 浅见计划人员招募工作的一个关键人物 然后甚至也说到了几个国家 并且还提到是以台湾的高雄港作为基地 但是呢这个船公司那边是不予回应啦 路透社要去采访他不予回应 可是里面其实还是描述的还蛮清楚的 那我们想知道的是说第一 那现在抖出来这个曝光 那目的是什么 然后再者就是 这不会有一个所谓的拼装车的那样子的一个问题吗 这个浅舰国造这个名字啊 根本就是一个骗局 它根本不是国造 没有这个这个 现在台湾没有建造一艘浅舰 现代化浅舰的能力 所以呢他讲这个 他现在这个大概是怎么样啊 基本上这个这艘船船 这艘浅舰要在台船公司 台船公司本来就拆 是在基隆的台船还是高雄的台船 结果呢在高雄的台船厂 为什么 因为连船屋都没有啊 所以呢这一个案子 别的钱还没挖 先给了台船100亿干嘛 盖一个船屋来修这艘潜舰 我曾经问过懂潜舰的人说 我说现在是21世纪 马上2020年要进了2013年 我说这艘潜艇造出来 你知不知道它是属于 什么年代的那种战力水平 我说是属于1950年代 二次大战刚打完那种 就是说那种战力水平 还是属于2020年代 那专家说不知道 他说绝对不是2020 可是会比1950好一点 潜水体你造下去 你可以沉下去没有问题啊 可是潜水体学问很大 对不对 第一个你的引擎声音要非常小 你这个引擎的技术 你说从来没有造过引擎的 潜水艇引擎的 然后它那个螺旋桨是什么样形状 因为潜水艇最怕声音大 那你光要一个静音的引擎 那个潜水艇在推进的时候 那个整个这个推进系统 也要非常静音的话 那个全世界 现在做的最好是日本 大家都想要它的技术 可是它不会给你啊 你要靠你自己的技术去 所以你今天说台湾突然说 蔡英文说潜见国造 我告诉你只要造 只能连壳子都不一定是台湾造的 其他所有东西 通通是要靠外面技术的援助 甚至整台给它搬来 那这个东西它前面设立了一个怎么样 画图纸的公司 花了已经花了好几亿 画几张图出来 那其实都是外国 可是听说那个公司 就跟民进党的这些权贵 都有点关系 所以船还没造 台船已经拿了一百亿去了 画几张图纸 几十亿又没有了 所以是一个前坑 然后绝对不是国造 我觉得它连壳子能不能是纯国造 都很难讲 然后这里面引擎我说了 然后推进系统 然后武器系统 然后它的电站系统 哪一个今天国造 哪一个我请问 今天有哪个公司能造出来 台湾有哪个公司可以造出来 所以这潜见国造就是一个骗局 这个国造这两个字 就是民进党在骗全世界 那他当然要找全世界的专业的人来帮他 所以他基本上是什么 潜见联合国造 所以才有这么多外国的 专家外国的公司 现在都想怎么样 都想从台湾这个民进党政府里面 抢一笔钱过来 卖你一个声纳 卖你一个雷达就这样了 好 但是现在要看秀实力 敬平 我们看到 在大陆 他们现在海军 这个实力不断在壮大中 甚至也还有核潜见 中国大陆这个094核潜见 辅航通过了 结果说美国P-8A海上巡逻机 就在台海划中线 那大家要问 为什么会有大陆094核潜见 辅航通过呢 不是应该是生前怎么会辅航 然后就有美国潜见专家 萨顿还说了 他分析 说估计是核潜见 要返回渤海造船厂来维修 那么有外界的意测说 或许是跟美军 海狼级战略核潜见 康乃迪克号有关 评论一下 你怎么看现在这个事情 当然第一点 为什么会辅航 但重点还有 美国海上巡逻机 马上就来在台海划中线 好像就是要做给中国看 会有这种状况 P-8A是海神机 海上它是一个海上返潜巡逻机 那它会临时这样飞过去 它从日本的这个三则基地 绕过台湾东部海域 到了这个巴士海峡 在游南往北飞 做出这样的一个临时举动 我跟大家讲说 那个划中线 如果不跟大家讲 那个海神机 这个海神号的这个P-8A巡逻机的话 这样子飞 大家会不晓得什么 从台海划中心 就是这样子 从台湾的东部 日本这样南下 然后飞到巴士海峡 台湾下面 再从这个台湾海峡 由南向北 直接这样划一条 台湾海峡中线这样飞过去 那P-8A为什么做这个举动 那就是因为它侦测到这个状况 不是P-8A自己侦测 应该是欧洲的航太总署 欧洲的太空总署 它11月29号的这个卫星 哨兵2号 它先拍到了这个状况 那欧洲跟美国 你看五眼情报联盟 然后再加上欧洲 美国的这样一个情知分享 共享 然后P-8A收到讯息 也赶快过去 那这个潜舰是离开 它海南的亚龙湾基地 会往北 跟那个刚刚讲的 美国的潜舰专家说 有可能是到了这个渤海 也有可能到了青岛的 这个北海舰队的这个基地去 都不一定啊 它可能就往北返啊 所以你不管说维修 或者是定保 就是定期保养 或者是它要做什么样的 它故意扶上这个 台湾海峡的这个海面 浮航 潜舰当浮航 因为它是核潜舰 它可以潜到很深 那台湾海峡的深度不够 也不用这样子隐藏 那我觉得最好笑的是 今天民进党的这个 国防外交委员会 有一个立法委员叫蔡世英 他竟然还提到说 潜舰一般浮上海面 浮航这个航行 就有四种状况 排除掉进出港时 要浮上海面的航行 另外第二个就是 碰到了这个深度不足的时候 可能怕像美国上次的这个潜舰 碰到了这个海底的这个物品碰撞的话 赶快避开危险 浮上这两种状况排除 那剩下两种就是 一故障 二无害通过 传达没有威胁的讯号 我觉得这种说法是蛮白痴的 那如果是无害通过 传达危险的讯号 你是真的天真的以为 它把台湾海峡当什么 当成无害通过 它干嘛跟你释出一个无害的讯号 是给美国 释出给PVA吗 还是释出给你台北 释出你台湾吗 所以我觉得是太天真了 然后故障就不是用这种方式 真的如果它碰撞或怎么样 它究竟从南海直接到 这个亚龙湾不是更快 它干嘛从这个亚龙湾 从海南岛 然后再刻意走过台湾 就是故意的嘛 它也知道美军在盯着它嘛 因为你看 每次中国大陆解放军 海军的这个潜舰 南来北往不是只有这一趟 偏偏这个时候 它故意浮上来 它知道不管是欧美的卫星 军事间谍情报卫星 或者是美军的这个反潜机 天天在捕捉它的这个状况 然后想要知道它的参数 什么的 那它故意这样做 你竟然把它解读 这个解读 无害通过 亏它还是国防委员会 不只说无害通过 还说故障 就是说坏了 所以特意要秀给你看 然后还要说 啊坏了 就是坏了故障 所以这种逻辑都讲得出来 那我也我也要特别刚这个 介大使跟韩兵哥有提到说 这个台湾的潜舰获得七个国家 我今天也特意问了一下 认识的一些军方的朋友 我听到的消息说 剩下目前在台湾剩下两个国家而已 这两个国家就是这个 韩国跟美国 甚至他这两个国家 一般都是技术师跟工程师人员 那韩国的是属于工作人员 因为有些工程师 的确如韩兵哥所讲 之前有立委质询的时候 不小心也让这个韩国 感觉到很敏感 然后把一些人召回去的 虽然这些人都是以退休的名义来台湾 那我知道了 的确像韩兵哥说的 不是只有七个国家 包括土耳其 包括意大利 荷兰比利时都有 你看四个加七个 就超过十个 十一个以上 那土耳其之前也发生一件事 这新闻都没写 土耳其是因为他的公司 本身有中国的资金 还有中国的公司 他们是合作往来 中国的这个资金 跟中国公司的这个 有参与土耳其的公司的股份 所以土耳其在提供一些 关键的技术零件的时候呢 发现啊不行 他们自己也喊咖 台湾也把他们从这个 这个军事技术援助的名单 这样排除 因为到时候被讲说 你也是有中资的啊 所以其实各个国家 陆陆续续都退出了 包括刚刚讲这个新闻 这次这个路透社写到什么 澳洲啊印度啊 其实都退出了啦 都差不多 所以因为我听到的消息是 到今年12月 现在11月30号 明年才12月以后 到目前为止 我们潜舰国造的 细部设计图都还没出来哦 上个礼拜 上上礼拜不是传出来说 安放那个龙骨了 其实潜舰不像军舰一样 是有特殊的这个构型龙骨 潜舰是一个 一个这个 它的一个整个仓体 是一个一个环形的 像这个类滴形的 或者像一个 这个雪茄形的圆形的 它并没有一个什么龙骨 但是海军通常会把它当成 是一个某个阶段完成的时候呢 就把它称之为安放龙骨 那上个礼拜 还上上礼拜完成的时候 为什么不叫三军统和蔡英文句呢 因为根本没有到那个地步 人家跟我讲说 台湾的潜舰国造时程 可能会延练 延练到什么时候 他们没把握 只是告诉大家 12月的细部设计图 才会可能出来 细部设计图当出来的时候 你根本不要说安放龙骨 我看安太岁还比较快吧 百万目标 所以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共创2021的奇迹 按赞 分享 订阅 让全球的华人都看得到